《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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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做什么做什么吧 所有的菩萨道 大家都是能做什么做什么 不需要一定要 你能做得多轰轰烈烈 或者是把 我修行了 我快了 我家人也跟着快了 然后家人的病也能解决了 我家里的所有烦恼 我都能搞定 那可能性不大 连释迦牟尼佛也搞不定 僧团里的事情啊 包括他的祖国到最后被灭了 僧团里也被封裂了 是吧 吉博达多带着五百人走了 僧团里一大堆事 他也搞不定 那是善事成就的佛陀 是吧 我们现在还在道上 还没有圆满 所以说有些事情 你能做啥就做啥 知道吧 这就像大家在道场 大家都说 老师我们能帮你做点啥呢 大家都想做的叫红法 知道吧 然后我说 这个红法 是吧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行的话 你能够在 每一个媒介上 能够圆满的 大家的根器解说 空性政界也可以去做 但是我觉得你还 签一点的时候 能做啥做啥 你想 什么 地脏了扫扫地 桌子 擦着桌子 这都在道场 这都叫红法的一生事业 是吧 他不一定非得坐在这讲 就是说 你一定要 大家都是做那间 他是做不了的 能做得了的你做啊 你在家 是吧 你妈病苦你解决不了 你陪他说话话就行吧 是吧 给他拍拍背就行吧 你不一定能治好他病啊 你治不好的 你又不是医生 你怎么能治好他 你找 但他去医院行吧 但他去找医生可以吧 是吧 家人 亲戚朋友 或者是你的兄弟姊妹 孩子 甚至孩子的每一个月 你教育 没教育好 但是你教育了 就在你的那个智慧上 你那样教育了 他没听 是吧 也行了 也尽到父亲的责任了 是吧 我们又 我们也不一定说是 说的真的那么完美 孩子按照你做的 这一生就那么幸福 也不一定 显然我们自己 也不搞得不咋地多 是吧 所以孩子如果按照我们 复制我们的人生 你觉得更幸福吗 或者我们希望他们更好 或者是什么 也许他们还不如我们呢 是吧 谁知道 那就是这样 但是你该教育 还得教育嘛 教育他不一定听 是吧 妈妈 妈妈 你去说 你不一定能帮到 你只不过做自己而已 好好做自己而已 然后你不断地修 如果你的见底正确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获得大自在 那肯定是功夫不够啊 你没有圆满啊 功德啊 什么不圆啊 你不断地做啊 至于说实修精神成道这件事啊 比如大家经常熟悉的 什么闭谷啊 闭关啊 禅定 修禅定啊 这是经常做的事 这个已经不是说 你参加过一次闭谷 参加过一次闭关 你就算是成就了 不可能的 吃饭这件事是吧 我们一切三餐 是吧 这件事吃多了 真的是气脉轰浊 地球上的多 它有时候真的是影响入定的 少吃点 日中一餐 你要是真的彻底成就 一生成就的话 饮食还真的要注意一点 不是吃素食 吃少 都是日中一餐 还有你的习气欲望啊 随时你习气欲望 推着你被禁转 然而心里边 呼呼呼不断地冒着 要在这个世界有点成就感 或者是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这肯定是 活脱多一个人出现了 是吧 一个自我出现了 是吧 这个马上要停下来 自己坐在这儿 入入不动 是吧 每件事上都要把自己那些 欲望吸气往下放 因为它会推着你 按夜里走的 那些欲望吸气 知道 非常要停下欲望 不是说有欲望快乐 满足欲望我们快乐 满足了欲望 我们觉得有成就感 因为这个人要 他要有成就感 有快乐 他在觉得有价值啊 这是人力的想法 但是现在你要成到 回到空性里来 人歇破人像 我像人像 人力的东西 全部要停下了 是吧 但是我们又 在这个世界 要做为人父母 要做孩子 儿子 上有老下有小 要亲菩萨道 是吧 那很多的知见 都要爱菩萨的六度万行 就金刚进的 是吧 关切梦怀泡影了 就是有的是受着 关他人梦怀泡影 有的是旁观者 关他人梦怀泡影 有的你已经在果上了 你受吧 你生下来 你妈已经有了 爸爸已经有了 剩下孩子已经有了 这不得受着 俩边是吧 俩边你不得上 你不得养着 这就已经是果报了 知道吧 人力的 你受着 就是说 你说 我这样说 好像没有人情 但对一个大臣菩萨道 你不是啊 你牵挂啊 两边牵挂啊 妈妈爸爸受苦受难 怎么办呢 比你受苦受难 你牵挂 孩子呢 是吧 你受点苦 很多人不是两边挂着 走不了吗 是吧 觉得很多事 连打坐的时间没有 是吧 刚开始我们在世上 练是不行啊 就真的是没功夫 那闭关啊 避骨啊 这种啊 你要熟练的掌握这些技能啊 你要基身成道的话 避骨经常要避的啊 吃一餐是很正常的 吃两餐也很正常 而且是七八天 二十天三十天 不吃饭很正常 这个一点也不是 你要基身成佛的啊 这些是基本技能啊 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 已经不能算是什么 多疑难的东西了 你要迅速的 就会不断的慢慢 怎么样通过 福气避骨 喝水避骨 也就是只吃水果避骨 因为这样要气脉进化 气脉在进化的过程 食道啊 胃啊 它进化的过程 都需要避骨的 还有就是 气脉的转化的时候 有时候 有的人是自然避骨 修到一定 气足不适时了 有的人是为了清理 就是气脉太脏 荒浊太脏了 知道吧 但是这个气脉的脏乱差 一方面 饮食也起了三分之一的作用吧 但是剩下的大部分 是你的气欲望导致的 还有思想的杂乱 知道吧 就是很多我们不干预平凡 不干预平凡 不干预平凡 想出头地 不断的 就是那种猛烈的猛烈的欲求 导致的 就是气脉的 就是 滴水火风的不调 知道吧 然后 经络气脉的纠缠 不清 都是头脑导致的 所以这个 这个基本技能 大家要是小 成就无上 正等正确 而且机身 这一次就能够用伤的话 那么 闭谷闭关 三天的闭关 或者是两三天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已经是一个 就是说好像很 很高的 很高深的功课了 上座 静坐这件事禅定 基本技能 一定要找我 就是说经常要拥有 经常拥有 对你已经不算是 大家说这些 你提都懒得提的 经常在家也能做 在道场也能做 有时候在家 如果是经常修修的 觉得一直提升不了 可以换一个地域 就是比如说 去一些佛教圣地啊 去一些道场啊 换点地方去 静坐啊 或者是修炼 换地方换地磁地场 对你还是有帮助的 刚开始 因为开始 就算周围的人事物 不影响你了 地球 不同的地域 对你影响还是蛮大的 还有星球 太阳 月球啊 大家说这些都对你 星座都对你有影响的 刚开始 那些影响你都感觉不到的 因为你的注意力 放在了人事物上 短期大家在家 如果壁谷的话 我建议大家 刚开始吃水果 就拿水果代气 就说每天吃个苹果 水果以你认为 就是脾胃适应的 因为南北方气候地域 你壁谷的时间也不要 有的冬天 有的夏天 那么你就 以水果代气食物 就是每天吃几个水果都可以 什么水果都可以 修行其实在地球上 怎么也逃不跨地球 就在地球上 有一个安静的 以前在印度叫懒弱嘛 就是僻静处 就是很偏僻的 僻静的 没有人间的 打扰的地方 都市修行的小道场修 都可以打坐进坐了 自己去选 是吧 就是你有说 尤其能出现的人 没有那么车啊 人啊没有那么 很多人你看修行多 往山里跑啊 为啥往山里跑 就是山里别安静啊 是吧 打扰少啊 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向您忏悔 因为几年前我爱人 把你的视频发给我看 说你看这个 这个老师讲的怎么样 然后我就没怎么看 就说你看那个老师 那小朋友太多了 拿个扇子 就从地方出来 不要看了 所以呢 一下就停了好几年 再看了 就发现哦 讲了 因为一开始讲的时候 也是这样 虽然开始 然后后来 今年 还有把那个金刚经 然后我还有一个经验 然后再让我看看 才能很 就是咱们一定要去 当面向老师忏悔 哦 这个不用忏悔 那个老师就是那样的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他小动作有点多 是吧 行 没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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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